如果你要將iPad Netflix的畫面 無限的投影到你的電視 用AirPlay的方式去投影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預示的問題 你看我現在把他投影到電視哦 我用AirPlay 投影到電視 這個電視啊出現我這個iPad的畫面 啊我播放這Netflix 我隨便播一個播這個影片 iPad會有畫面是正常的哦 但是你看電視是黑畫面停留在這邊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啊 要解決啊iPad 無限投影到電視要觀看Netflix 有版權的這個影片 我介紹一個產品保證合法 叫做EasyCase Mini Pocket 就是這樣一對的東西 這個USB-C的接口啊 你就連接到你的這個iPad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後面有這個HDMI的輸出嘛 你就連接到電視 然後記得啊 這邊要供電哦 供電一個5V的電源 電視啊後面有HDMI的接口 我連接到這個HDMI2的地方 接進來 然後要供電 供電啊你看哦 這個 電視上面這邊都有個USB的接口 我就用這個USB來供電 然後連接到這邊 這邊有個USB-C供電的地方接起來 你會看到啊電視會出現藍色的畫面 然後你按上這個按鈕按下去 它就會自動連線了 你看哦 iPad無限的投影到你的電視 然後我這時候在播那個Netflix的影片 有沒有 Netflix的影片成功的投影到你的電視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款EasyCase Mini Pocket可以成功投影 然後我們用AirPlay或者用Miracast 是無法投影的 iPad或者是手機啊 投影到電視啊 有很多種方式 其中有一種方式是最物理的方式 叫做USB Auto Mode的這種投影方式 舉例來說 我們有看過這種USB-C的Hub吧 你看這邊是USB-C的頭 然後這邊有HDMI的輸出 所謂的USB Auto Mode的Hub 就是這樣子連接到USB-C的接口 這是USB-C的iPad 然後呢它的HDMI輸出 我就連接到我們的電視 用這種方式啊 這個Netflix是不會鎖的 為什麼 因為啊它是最物理的方式 這時候你播放這個Netflix 你可以保證看得到這個 Netflix的影像畫面 你看 正在這裡成功的投影到你的電視 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回頭講一下為什麼 EasyCase Mini Pocket 它可以成功的投影這個Netflix 我們剛剛有提到 Netflix啊 它並沒有鎖這個USB Auto Mode 也就是說你用這種實體的 這個USB-C的HUB的HDMI輸出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啊 這個東西它骨子裡 就是一個HUB 加一個無線的傳輸器 你想想看 這個是HUB是將HDMI輸出出來嘛 然後變成有線的連接到這個電視 那它是無線的啊 Mini Pocket它是無線的 那怎麼玩呢 很簡單 你就想著說啊 這個USB-C的HUB的HDMI輸出 會不會再掛一個 HDMI的無線的傳輸器的TX 發射出去了嘛 然後呢 再由這個家我去接收 所以這個東西啊 就想著它就是一個USB-C的HUB 再加一個 HDMI的無線的TX的傳輸器 就是這樣 這樣它就可以支持這個Netflix 轉折來囉 但是但是 你以為每一個USB-C的手機 都有支持USB-Altimo 比如說以這台這個三星的這個手機來說 它是USB-C的接口嗎 哎 它是高階的 它可以支持這個USB-C的HUB接出來 它H9可以出來 但是你如果用到什麼小米的 那種中低階的這個安卓手機 它是沒有支持的啊 那全世界這麼多的USB-C手機 應該有一半以上都沒有支持USB-CAltimo 我們只能說啊 未來的手機啊 會慢慢的越來越多支持USB-Altimo 那你要怎麼去 確認說你的手機是不是這個 有沒有支持Altimo呢 很簡單你去下載一個APP 去做一個檢測 就可以知道說你這一隻手機有沒有 那當然啊 你看了最新的這個iPhone15 iPhone16 它有USB-C的接口 還有這種USB-C的這個 這個iPad這個保證都有 支持USB-C的Altimo 所以這個廠商啊 它就賭嘛 賭說未來的這個 手機平板都會支持Altimo 你看iPhone也往USB-C的靠攏嘛 所以它就做出這樣的東西 在Computess啊 就展出來啦 但是目前我一直還沒有在開賣 然後投影到這個電視 然後它這比較厲害是它可以轉90度 在那個RX端的時候 在這位那個小姐按的地方 它在藏在這個電視後面 它就要標準的這個直式 然後再按一次就正常了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 USB-C的Altimo這個非常重要 那麼我們在想想看 如果你的手機像iPhone 這個是Lightning的這種接口 那可不可以連接這個裝置啊 答案是否定的 欸可不可以接一個什麼什麼 什麼Lightning轉USB那個轉接頭 讓接上去 是不行的 你的手機一定要USB-Altimo 這個字非常重要 所以啊你這些舊款的這些iPhone 你要實現 將Netflix無線的投影到這個電視 是無法使用這種設備的 哇 你以為現在iPhone的手機 都是USB-C的接口嗎 絕大部分 六七成八成以上 都還是舊款的這個Lightning的介面 包含Lightning的iPad啊 還是無法連接 所以 要等到USB-C統一這個全部的手機的時候 而且能夠支持USB-CAltimo的格式 可能還要再花個兩三年的時間吧 我們現在來針對於這個EasyCase的MiniPocket 跟他上一代的EasyCase的Pocket有什麼不一樣 好吧我們實際連接看看再跟你講 把這個連接到這個iPad上面 然後按按鈕按下去 他就會成功投影到電視 iPad成功投影到電視 上一代啊是只能補左右黑邊 那這一代啊他可以 竖屏的投影到電視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接收端吧 這邊有個按鈕給他按下去 他就是會有一些循環 你看這是第一個循環 第二個 他要把這個邊拉的更大 第三個 第四個 你看他又更拉 他這個畫面已經把這下面的這一牌子 這個字都給槓掉了有沒有看到 再按 再按 又回到原本你看這邊出現這個字 你看這樣子 這邊有字喔 然後再按一次 你看這個字又不見了 你看又被數位放大了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循環的這樣設計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數屏的投影到電視的時候 你看這個iPad的比例是 3比4 你用3比4投影到16比9的電視的時候 他會有上下補黑邊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iPhone的話 iPhone15 iPhone16 他是20比9 所以他會有 他會有這個左右補黑邊 就是會再稍微補一點 因為他比例不是16比9 那麼他這樣做縮放大的目的啊 就是不要留下這個左右黑邊 或是上下黑邊 那當然他就會犧牲了什麼 犧牲了視角嗎 以剛才為例你看 這個是全部看得到 但是他會犧牲了什麼 這邊你看這個區域 看不到 你看這個時鐘旁邊 這個就一點點而已 可是這個時鐘上面這邊還有一段距離 他會犧牲了一些視角 他就提供了各種犧牲的視角的一種方案 你用數屏投影的方式來播放Netflix的時候 會有問題哦你看 他的畫面就被裁切掉了 你看 他就被裁切了 視角這麼大 但是他就被裁切就這一塊而已 所以啊你在看這個Netflix的時候 還是要調整成標準的橫式 一樣的道理啊 我用這個USB Auto Mode這種手機 來連接上去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這樣子嘛 然後我到背面去按一下按鈕 這邊給他按下去 好你看哦 這個是手機標準 他是20比9嘛 所以你看他會比較瘦 這是拉長型的 越來越像劍 所以他這麼會補黑邊嘛 這是百分之百標準的比例哦 所以他會補上下黑邊 然後我把它填滿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你看 再繼續 繼續 填滿的時候啊他的玩法就是 他會把上面給砍掉 你看這邊已經沒有看到時間了 時間都砍掉了 這邊 然後他的下面這邊砍掉了 我這個按鈕這些都不見了 這邊都砍掉了這樣子 這就是因為啊手機的比例 他不是標準的16比9 他是20比9或是21比9 所以他就是狹長型的嘛 你又不想讓Icon變胖 那你就只能往上往下砍啦 就這樣子啊 影片的最後再跟大家強調一點就是 並不是說所有的安卓手機 都有支持USB AUTMO 你要下載一個APP去做一個檢測 看他有沒有支持 那另外啊 你的新的這個iPad USB-C的版本 或者是iPhone 15 iPhone 16是有支持的 如果啊你的手機是 舊款的這種iPhone 他是Lightning的interface 或者是Lightning這種iPad 你就沒辦法用這個東西了 因為他一定要支持USB-C AUTMO才可以使用 那麼你只能用傳統的什麼 Lightning to AV的轉換器 用有線的方式來連接到這上面 那就要多那條線出來了 那麼你不想要線 那你就要折騰啊 就是那條 那個AV 轉HDi的那個線 接一個無線的TX 然後這邊再接一個RX 那這樣就很折騰了啦 通常啊目前 你要看什麼Netflix啊 你的電視 智慧電視啊都有支持這個Netflix啊 你也不用手機去投影啊 以上啊就介紹啊 這一個EasyCase的這個 Mini Pocket的使用的限制條件 及優缺點